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的邻居是一位温老太太 她罹患了皮肤癌 她右脸颊有一大块的肿瘤 而且影响到她右眼睛的视力 经过30次的放射治疗之后 还是没有见好转 由于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 所以家人决定不再继续治疗 跟医院签好了同意书 准备接受安宁的照顾 她偶然间有一位朋友 提出了一个建议 从老太太的饮食中 排除含糖食物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从肿瘤表皮和口腔流出一些汁液 并且逐渐的减少 大约经过了半年 我老太太的脸部 基本就是恢复正常 那几乎看不出肿瘤的痕迹 她回到医院抽血检验之后 癌指数也降到正常的范围 最近几年来 现糖改善癌症的案例 时有耳闻 糖会养大癌细胞 这个说法越发流行 那么吃糖究竟会不会引发癌症 或者是加剧癌症呢 还有肥胖者罹患癌的风险是更高吗 今天我们请到了纽约 肠胃肝胆科专家 金桶医生来我们解答 这肿瘤细胞它还能再长 是因为它不受节制 它疯长 所以形成这个肿瘤细胞 最后把人体这个该需要的营养 都被它需要了 但肿瘤细胞最喜欢的用的营养 最直接用的营养就是糖分 所以这个肿瘤细胞用的糖分 用的会很多 当你把这个糖源 有时截掉之后 至少能抑制这个肿瘤细胞 这么快速生长 人肥胖嘛 已经跟这个实际种肿瘤都有关系 就肥胖可以增加这个肿瘤的风险 那是肯定的 光这消化道的肿瘤 从这上面来说 这个食道癌 胃癌 肠癌 肝癌 胰腺癌 胰腺癌 这都是跟肥胖是有关系的 我们平时做肠胃镜做得多的时候 你看一般胖的病人 那个肠上细胞长得也多 可以看到它那个脂肪瘤 它外边长 里边也长 那既然吃糖有这么多的危害 我想请教一下金医生 哪些人是应该减少吃甜食呢 糖分高的东西呢 首先它可以刺激这个胃酸 分泌更多 分泌多它就容易反酸 脆痒呢 一般也是胃酸呢 对这个胃壁细胞 侵蚀造成的 所以胃酸多了 肯定是对这两个病 是有问题的 食道容易反酸的人呢 我们建议病人呢 以后也要少吃什么巧克力啊 什么这些高糖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它本身对这个食道阔移基 起到一个抑制作用 是容易造成这个反酸啊 所以这些人要少吃这种甜的 高糖的点心啊 那些饼干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得少吃 很多人觉得好像甜点容易养胃 还不是那样 甜食呢 实际上它是吃进去之后 刺激这个胃酸 分泌增多 这为什么有人吃甜食之后 他觉得反酸烧心会很厉害 它就是因为甜食本身 它反而刺激胃酸 分泌过多 另外呢 它甜食影响喷门的 那个阔液机啊 舒张 让胃里的东西 容易反流过来 可以考虑呢 多吃些比较养胃 甜食其实并不养胃 人爱吃的水果啊 它里边糖分一定含量高 所以它才造成的口感好 像什么西瓜啊 甜的那些水果啊 之所以甜 就是因为它里边 含有那个果糖 很高 尤其像那西瓜 这个水果果糖含量高不高 有一个方法 你就能鉴别出来 你给它放冰箱 是不是放冰箱之后 你拿出来口感更好 那种水果一定果糖就高 你不冰的时候 它吃着它还没那么甜 冰完之后 你觉得它更甜 为什么更甜 因为它的果糖在里边 它分解啊 它分成更甜的糖 那有的那些水果 蔬菜它口感并不是那么好 但它实际上它还养胃 像什么南瓜木瓜 这些东西啊 你看它切开之后 上面表面有一层黏黏的东西 实际上这些黏的这些是果胶啊 它吃进去对那个胃啊 表面实际上是起一种保护作用 你要是真想养胃啊 实际上应该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一定要吃进去的东西 我要吃进去的东西 谢谢大家